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些附件 我用了不同的颜色来代表 附件ABC红色的都是猎狐行动 过去已经在美国立案起诉的一些案件 也就是说这些猎狐行动的中共代言人 已经被起诉了 这个B其实就是 34名中华人共和国国家警察 被指控对美国居民实施跨国镇压计划 那在这个起诉书里呢 就提到了文贵先生是什么 是Victim No.1 是中共头号受害者 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诉书呢 89月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说 中共国是怎么针对文贵先生进行迫害的 这就是最完美的证据 那附件A和附件C和附件M呢 都是说猎狐行动的 有涉及到猎狐行动的监听啊 跟踪啊 威胁啊 还有请这个外国的这个警察来跟踪监听的 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就帮助这个律师 或者是帮助这个法官来了解 到底什么是猎狐行动 到底中共是怎么样 用这些非法的手段 去胁迫和迫害异见人士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谈色的 附件L是9月27号 郭先生的律师写给这个政府 也就是检方 要求政府提供19个证据 政府有这个Brady的这个职责的义务 附件L是政府 10月21号 致郭先生律师的信函 那这封信其实很有意思啊 政府说 哎 我看不懂 你要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还是按程序来吧 不着急 等这个法官下令 我才能跟你确认 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这个秘密信息 现在无法告知 这给人感觉其实就是在搪塞 我们发了这个172 要求法院强制政府 出具这个证据之前 我们是做过 所有我们认为可以做过的努力 主动的和政府去沟通 但是政府却很明确的拒绝了 从政府或FBI的档案中 寻找或提供任何有关 中共针对郭先生和NFSC 打压的额外信息 而且呢 这个司法部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什么地方矛盾 大家还记得吗 在4月20号 政府给法官的六页的信里面 就要求法院用这个SIPA 机密信息程序法 来保护机密信息 但是在政府给到 律师的这个回复的这个里面呢 他是说我们不能确认有没有 所以说他呢 就有点前后矛盾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在我们发出动议之前 他做的所有的反应 显现出来 他非常不愿意合作的 所以说才支持 文贵先生律师坛 要要求法院下强制令 Ok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